我的真正朋友在贵州 就可以敞开来 毫无顾忌聊天 谈卫星世界的东西 在北京 北京一定程度带面具 我是一个著名教授 是一个导师 我回贵州 最后一次几年 疫情中就没人来了 基本没干扰我 就是整天写 一天大的时候 六七个小时吧 写了多少次 可能有四十万左右 您这么快啊 这么快吗 就是说我写了一本 就是在疫情中 非常特别的书 叫做庚子大义的 这个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 就正在发生的事 写成历史 而且我是高度自觉的 向现行的学术挑战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两个倾向 要么就是 损失历史书写 完全不关系现实 完全脱离现实的一个历史书写 要么就是贴得太紧 缺少一个历史的距离 和一个更大的一个眼光 对 我就追求 追求这个东西 您觉得你比如说经历这个 疫情这个事情 在您这么长的人生经历里面 算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它的重要性有这么大吗 非常大 就是说 我的判断是两个基本判断 一个就是说 这是百年未有的一个历史剧变 同时也是百年未有的历史的危机 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个就是说 我有一个框架 就是说二战以后 这个人类世界的历史 是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45开始 到1990就是所谓冷战时期 1990年东欧苏联瓦解以后 那么世界就进入一个 我称之为以美国为首的 全球化时代 那么到了2016年 2016年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英国脱欧 一个是特朗普商台 它就标志 我称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那么2020年这次疫情 后全球化时代就 全面的 它的内在矛盾的各种问题 就全面的展开来了 而且它和以前的不太一位 因为以前呢 就是说 比如说冷战时期啊 或者是全球化时代啊 它总有一个 总有一个必要 有一个说法 社会对资本对决症 所有一个认识世界的框架 框架 那么到现在 后全球化时代 它就没了 现在到现在为止 最基本问题我们都不清楚 这个病疫 新冠病毒到底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 同时没有共识 这个我们都体会的 根本很多都没办法进行谈话了 没办法进行对话了 一谈就吵 是不是 就是我们处的一个 无真相 无共识 没有确定性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危机 它和别的时代的危机 不完全一样 它现在让人恐惧 让人不安的 我最不安的是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是过去 是很罕见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怎么应对这种 所以我自己跟自己定了一个 面对疫情 我跟自己定了三条 第一个观察 很多事要观察 因为你不知道 不要轻易下结论 另外就是需要等待 就很多事情 现在都不能着急 这时候特别特别需要耐心 但是呢 还是要有一个坚守 对自己的一个 至少我现在的基本立场 基本的家族判断 我的家族理想 我还得坚守 我不能一片混乱中 就跟着大家 跟着大家走 那不行 是吧 那么因此呢 我就觉得 就需要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另一个传统 就是司马迁的传统 我记下来 我给自己定了一位 是在那边缘问题上 关系和讨论中心问题 就当司马迁 我一直就是逻辑 后代人总要关心这一代 所以我说我是为自己协助 就进入一个很自由的状态 就我不准备发表 也不准备对现实发生任何影响 也不想让它直接产生影响 就是自觉地站在一个边缘的位置 我是历史中间舞 我扮演的角色是上面继承前一代 同时为后一代开路 所以这也是现代理知识分子的传统 最重要的传统 不仅是用传统 这里是一个是有高度自觉性的 最对自身的局限性的一个高度的自觉 就是我经常提到的就是自己的 我们代人形成的一个缺陷 我回归中大概就是最后一次 我这次来有一个任务 就是要促成 我们要把这些事件 我们每个人写一点回忆 把这一段历史留下来 那你说现在呢 比如说慕容医生 整个世界现在面临了一个精神世界的一个衰败 然后琐碎化 怎么去怎么说重建这种精神生活 我觉得这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精神衰败是事实 但是也不能太夸大 因为历史还在前进和变化 也肯定我的理想主义本性 我觉得这个危机中可能会有升级 我其实在几年前就做出了一个判断 就是全世界都病了 我跟你说 这一次疫情的严重性 就在于他把这些文明模式的内在矛盾 都做了彻底的暴露 明确的方向感消失了 是 但是我自己有乐观主义 就是说 这当然有点理论推论 就是说到危机的时候 它可能是转机的开始 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一种 就是一种超越的病 然后提出新的理想 就知不知道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说 做两个事情 就重新检讨世界文明 对现有的所有的人民心态 进行彻底的检讨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提出新的能力 新的价值观 这是我的一个理想 一个期待 我曾经建议过 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全世界的学术讨论会 他们还想 最初觉得我这个建议很好 后来也做不到 对 那整个社会的情绪 好像没有这个情绪 没这个气氛 对 是吧 而且在全世界现在 知识分子式的思考都已经非常边缘化 他也缺乏这个号召力 是 但是可能所要是有一个自我反省 就我们这一代 五十年代这批人 有非常强烈的追求一种纯粹的 完美的那样一种社会 包括人的心灵世界 都是纯粹完美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天性 有唐积极的天性 就是说我希望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 但我现在的信仰和原来的信仰 一个区别是在于 原来我就认为它真可以实现 现在我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这些东西是一个彼岸的关怀 我们可以接近它 但是永远达不到 我就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 一个立场主义的 一个彼岸的关怀 来对此案 保持我的清紧头脑 和保持我的批判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 就是我甚至得出去结论 任何一个社会进步 都同时带来新的压迫 解放和压迫必然同时到来 任何社会进步 同时带来新的压迫 但是这个彼岸的关怀是必要的 它作用就是说 它可以照亮此案 四五年前 我跟年轻人就讲话 提问叫 年轻人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就说 今天听我讲的人 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 我说我已经七十都快八岁了 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到我这个年龄 这未来的四五十年里 你们会遇到什么 你首先第一步 找到自己的命题 然后你来思考 遍对这些问题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你感到困惑 这反而是一些好事 怕的是说 这挺好啊 这一切 我就这样了 你现在感到苦梦 感到那个 从另一个角度 正好是一个 最后每一代人 都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自己怎么去面对 然后自己处理 去面对 那么前代人各种声音 就可以做你的参考 另外就是 你现在年轻人 是去世 他总是有机会 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就总会产生一些 有独立思考的人 所以我觉得 有点是你的这 那你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整个二十世纪 中国都有一种 年轻崇拜某种意义上 就是我们对 好像总是对年轻人 现在有一种特别的期待 但是好像又总是一个 这可能我觉得 是这样一个 年轻人有他自己的一套 那么我们不理解他 所以我们不能够 我没有权利和理由 去指责别人 这不对那不对 但是我也没有权利 跟着他走 我也不愿意跟着他走 因为现在你是老人 我就喜欢跟风 跟着年轻人 就把自己陷入 非常可笑的一种地位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新的一代 你不懂得的年轻人 这一代 那么你 就既不能够去批评指责他 你也不能去跟着他走 那么你只能够退下来 观察他们 然后呢 他真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帮他一忙 所以我给自己去定位 像我们这样一代人 我是做路一样 不做导师 不给别人指路 我只是说不断地提 就各种思考 让年轻人去想问题 我希望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四决论以后 我们家弟就立刻遇到了 如果看待对他父亲的问题 那么后来分到贵州去的时候 我就带了一张 我父亲照片 这支照片 带去 我藏着香笛里 我从来不拿出来 但是心里觉得父亲 特别像贵州那样一个 孤独的一个绝望境界 好像父亲在 对自己还是有一个 就我们吵出来了 一大罪状 就是钱力群居然还保留着 反革命父亲的照片 这多大的一个罪状 那么后来呢 平反的时候 就是这个照片还给了我 我当时几乎没有犹豫的 就把这个照片烧了 因为我觉得 这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祸患 当时我就旁边的一个学生说 钱老师 这个父亲的像 你烧他干什么呀 后来我一下子醒悟了 我说我这一生犯了最大的罪孽 就是亲手烧掉了自己父亲的像片 这就成了我一生中 要忏悔的话 最大的忏悔 最大的一个痛苦 就是说 其实我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 没有什么 但是他的存在和自己以后 是决定了我以后的一系列的避遇 这个是 也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就后来我和崔恶欣结婚以后 我决定不要孩子 我的母亲 我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她原来是 像是关太太也是 想着人出优的那个位置 从天到地 但是她从容应对 她立刻 就把父亲的照片和父亲的证件 统统上交 然后她从此 绝口不向我们 不向所有的人谈父亲 一直保持沉默 这非常了不起 就是一切我来承担 不传道下代 不营养下代 绝口不提父亲 后来父亲通过很多人想和她联系 她都想继续给钱 她都拒绝 所以她的印象 我对的印象就是 整天在编毛衣 就一切都不说 所有的事情她都顺从 但是她始终是 是默默地支撑这家 但是不说话 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才说一句话 我这一辈子 总算没有连累你们 我的性格一般比较软弱 但是 如果说遇到这种女性 她都有一种 锐在地坚强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对我有印象 你觉得崔老师 对你的性格影响大吗 说到这个宋文汇 我其实是 我刚跟你说的 是内心是软弱的 我的尖锐全部在文字上 在一家生活 我是一个非常之软弱的 非常软弱的一个人 他有极强的内心力量 所以我们之间 特别到晚年 也有一定的矛盾 矛盾在哪里呢 就是说 这是他的痛苦 他是一个很强的事业性的人 到了晚年退休 他没有人用不知地 他的生命存在 就变成 协助我 支持我 作为他生命存在的一个 所以他最恨别人 喊他前夫人 我怎么是前夫人 我是吹个音 我是吹大夫 所以我平时 我都不在意讲这件事 就是人想说 你夫人对你怎么好 我就不大愿意讲 就郭富强这份 就是反而忽略了他的 本身的独立性 所以他后来为什么提出 你看那个吧 崔鲁静的问题 他生前 他提出要编的 这个是很罕见的 一个是很少有 生前编一个人 那都是死后才编的 而且他自己本人提出 我一听就明白了 他也表示要留下一个 独立自由的 崔鲁静的存在 对 而不是前夫人的存在 要不去吧 那太厉害 这个太厉害了 对 我说一个就是女性 他都有一种坚强 贵州当时没人敢获接受 他是敢的 自己 他懂 一般的妇女都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埋怨你 我找跟你说别人乱说 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搞个这样的 因为 直接受影响不是我 不是只是我还有他 另一种可能性 他会非常痛苦你 非常痛苦 反应很强烈 这两种他都不是 而是他采取什么态度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好厉害 好厉害 很厉害 他当时引发了我的思考 就是 就到了养老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 怎么还能够继续的 就自己的独立存在 这是一个难题 像我这样是很容易 因为我可以写作 那么对一般的 一般的女性这么办 您跟他这么讨论过吗 讨论 他呢 讨论 我们的这个关系是罕见的 就所有人都讨论 生死问题 死后怎么样 他们怎么怎么怎么 全部讨论 毫无顾忌 他最后把自己生前所有事 全部安排好 整个过程中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流一滴眼泪 这一切都是 都是 想过的 都想透了 都谈透了 这都时间还满了 就是我走了 你到贵州去的 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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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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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